那么说起了六四民运呢 一些旅居纽约的中国民运人士 他们在这个星期举行了追思陈一兹的新闻发布会 除了宣布成立纪念委员会之外 他们也决定要在5月3号来举行一场正式的追思会 有关详情下面就是美国经济者方斌在纽约的采访报道 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推动者陈一兹先生纪念委员会 星期四在纽约法拉盛宣告成立 纪念委员会由纪念胡耀邦赵紫阳基金会 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中华发展基金会 和部分陈一兹生前友好共80人组成 组委会成员89民运参与和组织者之一的李金进律师 在新闻发布会上宣读了委员会的名单和工作 会议通过了陈一兹纪念委员会复告 并决定在2014年5月3日在纽约举行大型追思会 纪念委员会主委会决定设立 帅赵家全体成员献花圈并且发宴殿 虽然是新闻发布会 余会者仍利用这一机会高度评价了陈一兹 为中国经济和政治改革做出的贡献 共产党真正干过一点好事的 那就是老陈推动的这种改革 所以有紫阳的思想 有包同的运作 有陈一兹带领一个团队的冲锋陷阵 才奠定了中国改革的基础 所有的享受中国改革成果的人 都应该认真地纪念老陈 他把一大批在体制外的青年人 通过一个方式能够影响 共产党的最高层的决策 组委会说中国国内一些媒体 以转载外媒文章的形式 报道了陈一兹去世的消息 称他是1980年 为中国农村体制改革的决策 铺平了道路 但没有提六四之后 他流亡海外的经历 不过新浪网上的相关文章 已经打不开 美国之音方斌 纽约报道